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orus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我升級Windows 11之後的一些心得 那用了兩週之後,覺得還是有挺多新東西的 主要會聊聊介面上自己的感想 然後再跟MateOS來做一個比較 畢竟自己從Monjave到Monteri接觸蘋果系統也大概有三年了 所以希望寫個稿來拋磚引玉一下 那我自己也不是學平面設計或是UI的,所以還請多多指教,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剛開始Windows 11把列表置中並且改成圓角的時候,難免會讓人家有一種致敬MateOS的感覺 身為一個超寬螢幕的使用者,每次按開始都要把頭轉到左下角 那現在改在中間,然後又更MateOS接近 對我來說當然是比較習慣的一個方式 那我這邊想講一下,就是電腦螢幕從早期4比3到現在16比9進而發展成電競螢幕的超寬比例 目前在短期其實並看不出來有變回去的跡象 所以我認為將開始鍵擺到中間也算是有機可循的 從我們Windows 11的多工排列上也可以看到,它是針對超寬螢幕的設計有更加的友善 已經不再是之前Win10那種類似九工格格的排列 而Windows 11它的右鍵有常用的複製貼上刪除有做一個專屬的設計圖示 那你以滑鼠游標再上再下也會隨之去調整這樣子的順序 這一點在MateOS上其實是沒有這個圖示的概念的 這邊可以從影片來對照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圖示化再是我在Windows 11之中變化我自己最喜歡的 畢竟字體偏小在閱讀上還是沒有圖示來的方便 再來是程式級的部分,Windows 11把當時Win10的那種Windows Form的方塊視窗概念給取消 那我們是用列表然後把它置於中央再加上既有的字母開頭分類 再搭配你常用或是最近開啟的程式選項 那在控制台的部分Windows 11它也是維持原有的設計風格 那只有在圓角跟色塊做了調整 那MateOS的程式級是繼承行動端市場的iOS風格 Windows 11它是在色塊跟圓角上做調整 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以往Win10的方塊感也是幾乎在這邊已經消失殆盡 基本上兩者的變化不到 那桌布部分,萌哈伯開始由從白天漸漸轉為晚霞晚上的沙漠桌布 那近年來Bits3也開始有了幾何的桌布 兩者都有深色與淺色的主題讓你去做一個選擇 畢竟現在的Mini LED跟OLED螢幕 它在深色的模式是比較省電的 在這邊簡單科普一下 其實傳統的LCD螢幕你在顯示黑色跟白色的耗電量是一樣的 但現在新的螢幕技術已經會讓黑色變得更省電了 同時對比也比較好 所以也有更多的Dart mode出現 最後是資訊欄的部分 MateOS一直在頂端都有一個小工劇列的 顯示時間WiFi等等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那這其實是跟手機上的風格差不多 那隨著NYMAS的發表 我們還知道這其實也是為了瀏海鋪路 蘋果你真的很愛瀏海 還跟你強調說 我這個瀏海是把瀏海兩邊的螢幕空間多出來 你如果扣掉 頂端的資訊欄的話 就是標準的16比10螢幕 我實在懷疑新出的27吋iMac也會有瀏海 畢竟24吋iMac下面那一條厚厚的邊框 27吋只要加寬加瀏海 我想應該大小會跟24吋iMac差不多 到時候長得還一樣 然後再搭配M1MAS的iMac Pro 我都已經想好了 以上是我對於Win11升級之後與兩家作業系統的一些感想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有用32比9的超寬螢幕的話 我是相當推薦你去升級Win11的 它在寬螢幕的調整上是更有親和力 那還是要提醒一下 在備份上如果你是工作用機請記得謹慎為上 那不知道你升級了Windows 11了嗎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